相信大家都看过《朗读者》 是央视推出的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 由董卿担当制作人并主持 以个人成长或情感故事做背景 用最平时的朗读感染人、教育人 节目一推出便说到观众一致好评 将一宴参加《朗读者》 他所朗读的是陈中诗的精灵的泪珠 他温和甜静 浑身散发着知性之美 因此圈粉无数 如果知道将一宴的观众 肯定知道之前与圈内某男星闹过绯闻 因此被封杀 如今逆袭归来 让很多观众对他刮目相看 将一宴在娱乐圈内 算是一个有才华的一人 他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 16岁时加入漂亮宝贝组合 同时他也是一个社专业的饮食 他从小受母亲影响就喜欢摄影 还获得过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响 在娱乐圈演员中 能拿到这个奖可是凤毛麟角 将一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将一宴再拍摄 我们屋处安放的青春 饰演周蒙为观众熟知 本来是饰演女二号 但是作为主演尖尖制的陈道明 看到他后 认为他精为天人 应该养女一号之后 两人因为此剧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将一宴还亲切地趁陈道明为陈老爸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 他是演员 没有大红大字 但也在娱乐圈有一席之地 不管人就没有活起来 但是也有不少的绯闻在身 将一宴和邓超合作拍四大名补后 背包有私情 还被拍到深夜彻聊 将一宴临走送给邓超一瓶红酒 更面落不舍之情 孙力气到抱着孩子回娘家 将一宴和邓超传绯闻后 就很少有他的消息 有很多网友说他被封杀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在2007年拍摄电影《撒谎的村庄》时 去了拍摄地广西巴马 从小在城里长大 他看到农财简陋的学校和贫穷的孩子被震惊 自从那以后 他开始踏上支教老师的道路 整整坚持了十年 每一年都会去山区里支教 他曾经出资一百万建设助学校与基金 给孩子们买鞋子买衣服 将一宴说 他们就像石头缝里的小草一样 一出生就要自己学会努力的去寻找阳光 而不是别人给予他 江一宴说过有个小孩子用功读书 导致用眼过度 眼睛干字眼 江一宴过去支教 时就会买甜云茶给他服用 视力才渐渐地变好 小胖也去毛宝上找了试着 不料真的是有用 就连我400的路数也降了不少 江一宴在贫困山区默默支教十年 这种精神让人佩服 其实后来有媒体采访过江一宴提起他与邓超的关系 江一宴很坦荡地回答 我与邓超的关系好到不需要解释 我们两个之间有什么误解和任何奇怪的八卦 都不能够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友谊 虽然江一宴没有大红大字 但却是一位很努力很有思想的艺人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生活 至于他的传闻 没必要过分关注 因为娱乐圈本来就是一个绯闻满天飞的地方 可信度有多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